5月24号,刚刚抵达美国不久的陈光诚在纽约市曼哈顿接受了记者采访 陈光诚在采访中表示,对于他和家人遭遇的残酷迫害 所有涉案人员都必须接受法律的查处并为此承担责任 而中共政法系统官员的不法行为是在挑战整个世界的道德底线 陈光诚星期四接受路透记者采访 表明了要求彻查所有迫害自己和家人的涉案人员的决心 我当时提出来也非常清楚 山东这些年来对我和家人亲友的这种迫害 不管涉及到的官员他的职位有多高 哪怕他就是中央的政法委系统,也要彻底的查处 不管涉及到的人员有多少 他只要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他就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这个我当着中央派来跟我接触的官员的面 我就是这样要求的,他也是这样承诺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求他们兑现这个承诺 陈光诚的哥哥陈光福在星期二逃离家乡 成功抵达北京,正在寻找律师,为儿子陈克桂辩护 陈光诚说,坚决支持哥哥的行为 那么现在大哥脱离了他们的这种软禁 而走进北京为我的侄子去聘请律师 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一个公民的最最基本的权利 那么如果连这都不能保障的话 我想我可见中国几十年的法治见识 已经被现在政法系统的这些不法官员 践踏的是粉碎了 对于自己的侄子被指控涉嫌故意杀人罪 陈光诚认为这是挑战世界的道德底线 如果这样的自卫都不被中国法律认可的话 中国法律,中国还有自卫,还有正当防卫 中国的正当防卫的法律条件规定还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我想这个已经是挑战了所有人 世界人的这种道德的底线 另外,陈光诚对自己的未来表示乐观 由于跟外界隔绝时间较长 他说自己需要一些时间来学习使用日常工具 并会在短期内正式开始在纽约大学的学习和研究生活 新台人记者余淼综合报道